周冬雨微博宣布一众棒消息,公布之后路人都要举报他,为何? 听说睡一觉起来,你们假期就结束了,周冬雨微博宣布一众棒消息,公布之后网友都要举报他为何一晃国庆的假期已经接近尾声。 那晚上看了某平台的路况直播有的地方,高速路上简直堵得一堂糊涂今天,算是劫后返程最高峰的一天各行各夜的人,群们都将要陆续地开展自己的工作娱乐圈,也不例外很多明星,趁着国庆节没有行程安排,都去找地方独自偷了。 去了国庆节期间,不少的明星都发微博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周冬雨也不例外发表了一个搞笑的微博,标签,周冬雨,小夕,微博,网友,路人,看了这个文字其实没什么,但是你看完配图你会发现有点意思,他把自己批在国庆出友的人群中还拉了横幅,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这图很应景, 但是感觉怎么看了很想笑,不愧是周冬雨总是这么俏皮这么古灵精怪的这部周冬雨近日又发了一个有意思的微博,一小时后揭晓,并且配上了重磅消息,四个字的图片死微博,一发表瞬间就有了万人点赞大,大家都在猜测他会宣布什么重磅消息,看了网友们的猜测真是有点有益,你不会恋爱了吧? 不会宣布出柜宝,可能是过一百斤了,应该是头发长长了 我没有一个字 ¿没有想把我还还能够了,还能够用这种画面就有了一个字的了吗? 对吧,我没有说明了,我们还能够用这种画面,就能够用创作人们,这样一 child呢?